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呢 民進黨他現在在推動的 這個叫做台版的文化大革命 這叫打著綠旗反綠旗 什麼叫打著綠旗反綠旗 第一個為什麼是文化大革命 打著綠旗反綠旗 你現在反對的國會改革法案 就是你自己當年推動的 國會改革法案 所以什麼這個就叫做 打著綠旗反綠旗啊 跟當年的文化大革命 有87分項不能再高了 87%好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叫做 號召人民群眾來進行鬥爭 這也是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啊 反正號召一堆人民群眾 進行這個鬥爭 叫紅衛兵嘛 一堆小紅衛兵就開始鬥爭 照反有理革命無罪 照反有理革命無罪 愛台灣互主權互民主 愛台灣互主權互民主 太像了 所以現在立法院我個人觀察啦 在立法院前面的那些民眾 他們真的對民進黨的那種 那種意識形態 政治意識形態支持度的那個強烈 已經超越了一般正常民眾的範疇了啦 我必須這樣講以我個人的觀察 我不是說每一個 我不是說每一個 但我說很多非常多 帶頭的那幾個尤其是啊 好來第三個像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點叫做 要鬥垮先鬥臭 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其中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點啊 就是當時他講啊 就是我應該這個應該是林彪他講的吧 要鬥垮一個這個對手要先鬥臭他 先把先把對方鬥臭 所以這也是民進黨他現在用的招數嘛 他要把這個國會給鬥垮 賴清德就是他想要複製他當時在這個台南市市長任內 對於這個台南市議會的這個杯葛嘛 他自己市長多清高多正直 然後這個議長李全教多貪污 所以他就開始把這個議會給鬥臭 我不去議會背詢 我根本不鳥你議會啊 現在對這個立法院也是這個態度 先把這些立院的這個這些人 藍白的這些委員全部都鬥臭啊 然後把這個立院的這個名聲 全部都抹得烏心麻黑的 那當然他也反對立法院的這個職權提高 所以他當然反對國會改革法案啦 是不是 最後這個叫做內部樹立敵人 當時文革有黑五類 有所謂的黑五類 黑五類就是你要打倒的這些敵人嘛 小紅衛兵要打倒的就是黑五類 誰是我們這些群眾的敵人 就是這些以前的既得利益者 這些黑五類這些反革命分子啊 那現在誰是黑五類呢 就是這些親中賣台的 這些藍營的白營的 還有這些所謂的在地協力者 忘了寫上去了在地協力者啊 所以呢這就是民進黨 像小紅衛兵啊 像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啊 他就是擺明要杯葛 所以你說有什麼黑箱 有什麼不透明 然後你都不知道在表決什麼 場外比如說一些側翼 像苗博雅 我自己去街坊的時候 很多上街的這些群眾 他們說我們就是看苗博雅的講 然後我們就上來抗議覺得不公啊 然後覺得黑箱 那甚至在表決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都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全部都知道啊 哪有不知道 亂講 自己都在自己舉手 反對自己的提案 民進黨自己的提案 他自己會不知道 這也太好笑了 民進黨他操作的確很厲害 他搞這個台版的文化大革命啊 不管剛剛他講什麼 打著綠旗反綠旗啊 號召人民群眾來鬥爭啊 然後先把這個 要鬥垮這個國會 要鬥垮在野黨 先把在野黨給鬥臭 把國民黨民眾黨給鬥臭 然後呢 最後是在內部樹立敵人 把這個對方都打成中共同路人 在地協力者 這一套這個文革組合拳打下來 還真有效果 其實當時共產黨 他們在搞文化大革命 也是為了一個原因 就是鞏固自己在內部的政治地位嘛 一樣啊 民進黨這樣做 果然支持度增加了 我其實很討厭很多這個 不管是政治人物也好啦 媒體人也好啦 每一次都從這個民意的變化 然後來決定是非對錯 我很討厭這樣的這個情況啊 民意的支持度的增加 難道就代表這件事是對的 民意支持度下降 就代表這件事是錯的 很多時候都是 這個叫做什麼 民意如流水 君子之得風 小人之得吵 這個一般的民眾就是風行草眼 這風往哪邊吹 它就往哪邊倒 看著這個輿論 然後風向就一直改變 所以你如果以民意的這個改變 來決定事情的對錯的話 我覺得這個國家會變得 非常非常的可悲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請頂來 請頂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